高雄鳳山某國中 有一名班導師 被人本基金會以及家長指控 不但是多次公開嘲笑學生 還用取棍球棒殴打學生 導致學生的背部癒傷 而校方表示 確實有不當管教的問題 教育局也強調 若查認屬實 將會依法懲處 工作人員拿著棍子 站在椅子上 模擬老師打學生的樣子 人本基金會及學生家長 五號上午出面指控 鳳山某國中的班導師 不但當全班面 對學生言語性霸凌 有兩名學生因為打架 竟然就被老師拿曲棍球棒 跳起來毆打背部 都沒問學生發生什麼事 就直接站在椅子上 拿著曲棍球棒 照片上學生的背兩條清楚的紅橫 老師雖傳訊息向家長道歉 卻又在教室掀開背打學生衣服公開嘲笑 讓家長氣得帶孩子驗傷投訴 但其實這個老師十二年前就因打學生耳光被懲處 人本調查有至少十位學生都曾被老師不當管教 校方證實確實有不當管教 至於言語性霸凌還在調查中 目前老師已經被調離原本班級接受調查中 而高市教育局則強調只要查證屬實就會依法懲處並追究責任 後續也會對學生加強關懷輔導 記者 陳煥與許正俊高雄報導